台南南华除了有艾文選項 金鋒現在也正在拆收機 不過廣會有過今年中四兩只有四十 過去收稿的時間都有幾個位於上 競爬在五歲可以稍微進行下 所得的收稿作業 而且今年艾文選項介紹過了很多 廣會建議民眾可以選買三個艾文選項 介紹上比較比較適合 平時上算不太大的差別 台南南华除了是艾文選項的重要三第1話 另外受歡迎的選項就是金鋒 現在也正在拆收機 因此來到南华區農會一會堂 可以看到農民將拆收樓來金鋒 再到一會堂來交火 不過農會有過今年中四兩只有四十 比去年同期間只要一半以上 因此原本收稿的時間都有幾個位於上 競爬在廣會堂收會來收稿這幾天 十天而已 十天而已 就沒收了 對啊 明天台灣一台後了 那金鋒它的產息本來就比艾文還要早嘛 那今年量少 那我們也預計說今年的金鋒的採收期 大概半個月就要結束了 因為像今天最近的這幾天的我們的收貨量 大概一天大概有五到七公噸左右嘛 那今年的量少 我們跟我們的主辦魯根律書的預測的話 大概大概半個月左右就應該可以 金黃期就結束了 另外在艾文選擇收貨的部分 農會將一日極大個艾文作為例子 依然資源主要拼買在國內換收 農會總幹事我們今天基礎 今年艾文選擇六公斤中十二顆 就將近買一千塊 價值比去年起後有三百塊左右 因此建議如果是自己買吃 可以算買三級的艾文選擇 在價值上比過親民一點 品質上並沒有差別 像我現在手上這個 我們就俗稱三級貨 那它的價格也不錯啦 六十塊 這個是我們產地價六十塊 但消費者預許這個六十塊是買不到 那我們也鼓勵說 如果消費者啦 想說吃到好吃的 那價格比較普通的 比如說物超所值的 這個是可以我來推薦的一個等級 這是我們這邊俗稱的三級品 南化区農會標示 農會的顏色在背面積大約1290公斤 要問顏色這份代表分 金鋒是基礎 今年遇到企業有影響 三龍嚴重減少 但是農會 較像客棟 收穫到運銷很強 希望在所有農業的情形下 可以讓客座農民賣到好價錢 來進到收益 既然蕭建委南化区蔡王伯德